第19題 根據規定汽機車駕駛人的酒測值 達每公升0.15毫克以上 也就是駕駛人土氣每公升所含的酒精質量 達0.15毫克以上 遭取締就會被依法開罰 以至酒精的分子量為46 經小均的酒測值為每公升0.23毫克 則相當於小均呼出的汽體 每公升含有多少莫爾的酒精 我們曉得莫爾的計算方式是我們的質量 質量是以公克做單位 除以我們的原質量或分子量 那麼小均的酒測值是每公升0.23毫克 毫克是千分之一公克 也就是10的-3次方公克 所以我們的每公升含有0.23乘以10的-3次方公克 除以我們的分子量是46 那麼這邊消掉是2 這邊是0.01 那麼在消掉這邊會變成0.005 所以我們含的莫爾數是5乘以10的-3 再乘以10的-3 也就是5乘以10的-6次方莫爾 所以我們答案問 則相當於小均呼出的汽體 每公升含有多少莫爾的酒精 我們答案選擇是C 5乘以10的-6次方莫爾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是5-7次方莫爾 是6次方莫爾